来了现场,这八个可谓都是实力超群里的实力超群者,大家最看好谁呢? 第一期,赵立新才华满满的演员,各国语言随手拈来,总给人一种制裁傲物之感。 第二期,张铁林声林奇境,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张铁林,原来他也是有着深厚的台词功底的。 第三期,朱亚文朱亚文可以说凭借这个节目又火了一把,年度大秀里模仿金城武的喜欢你,可以说是完美还原了。 第四期,韩雪韩雪的海绵宝宝配音真的太精彩了,海绵宝宝本人简直,而且后面的秀韩雪挑战了艺人同时配多个动画角色。 第五期,郑凯郑凯的配音其实很精彩,只是后面因为剪辑和节目组产生了矛盾,没有参加后来的年度大秀。 第六期,尹正天生的演员,特别活,太什么像什么。 第七期,郭德纲作为相声演员的郭德纲,表现真的让人意料之外,确实有实力。 第八期,王晋松很有实力的老演员,台词功底就是扎扎实实。 第九期,没停没停的表现也很赞,跪地配音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,全场都听哭了,这九个冠军,各个实力超群,目前年度声音。